哈囉,大家好,我是雅蒂米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雅蒂玩塔羅 我們今天要來玩的是占卜 接下來一週的一週運事 大家會看到畫面上這邊有十張塔羅牌 上面都有數字 請你直覺選其中一張 然後指數上面的數字 好,我們給大家五秒鐘的時間來選這張牌 你五秒鐘也太長了 好,就直覺 選好了吧 好,選好了的話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接下來呢,在新的一週你的運事如何吧 一週選擇到的塔羅牌呢,是正位的月亮牌 在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你的心裡面呢,常常會有一些不安的想法 導致呢,你在情緒的變化上會比較多一點 情緒呢,時好時壞呢,會影響到你的工作表現 也會影響到你和你的同事之間的相處 而這些時好時壞的情緒表現呢 也會一併的影響到你的感情生活 比較容易呢,讓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呢 會有一些爭吵的事情發生哦 一週選擇到的塔羅牌呢,是正位的漁人牌 在接下來的這一週呢,你會過得非常開心 自由自在 因為這是一個很不受拘束的一週哦 不過這也是一個很無裡糊塗的一週 所以在事業和職場的部分呢 你要小心不要太過粗心 免得在職場方面呢,你會犯下過多的錯誤哦 那另外就是說,在這一週裡面呢 你還蠻容易喝酒喝到逛 那要記得呢,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哦 一週選到的塔羅牌呢,是逆味的太陽牌 在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你在心情方面可能會比較低落 因為很多事情的發展呢 都不如你想像中的好 而且呢,很容易遇到一些障礙 不順的事情其實還蠻多的哦 會讓你覺得還蠻辛苦的 那你要花更多的時間、力氣呢 去面對這些考驗 那感情方面呢,要小心一點哦 可能會有小三或小歐 在蠢蠢欲動當中哦 一週選擇到的塔羅牌呢 是正味的世界牌 在接下來這一週你運氣真的超好的哦 你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 而且非常的自由自在 在工作啊、投資理財、學業方面呢 你之前的許多努力呢 都會帶來豐碩的成果 而這一週呢 其實也是拓展事業的一週哦 你有機會可以交到一些外國朋友 也可以接觸一些異國文化 而在感情方面呢 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也是開花結果的一週 感情方面呢也會非常的甜蜜和幸福哦 你所選到的呢 是逆味的教皇牌 那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你要小心一點哦 因為你的人緣方面其實真的是不太好哦 主要的因素是在這一週呢 你的心情其實起伏比較多 比較不穩定 而且很容易鬧脾氣 有點像是一個任性的小朋友 那很喜歡跟別人做對 唱反調 這特別容易影響到的部分呢 是在感情的方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會覺得你很難溝通 或者是因此而吵架 你所抽到的陶樓牌呢 是戀人牌 戀人牌 戀人牌代表著你在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在愛情運 還有桃花運的方面呢 真是超級棒的哦 單身的話呢 比較容易有桃花上門 那如果呢 你已經注意某個對象很久 你又很喜歡他的話呢 在這一週裡面呢 你可以直接一點和對方互動 關係上面呢 會有很正面的增長 那如果你已經有另外一半的話呢 你和你在另外一半之間 感情上的互動會非常的甜蜜熱情 而且很幸福哦 你所抽到的陶樓牌呢 是正位的魔術師 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充滿著開創性 很多事物呢 都很適合有新的開始 特別是在工作啊 還有職場方面 如果你有任何新的計劃 或者是有任何新的想法呢 都很適合從接下來的這一週 開始進行 照著你的規劃 還有你的想法去做呢 一切呢 都會發展得很順利哦 你所選擇到的陶樓牌呢 是正位的吊人牌 在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你的運勢算是還蠻平穩的哦 基本上呢 這是一個以進制動的一週 特別是在工作方面呢 很有利於你去做一些計劃啊 還有發想 謀定而後動 想清楚再做呢 也會是比較好的 會為你帶來很多的成功 如果你太過急躁的話 其實在這次的一週 在這一週呢 是會為你帶來失敗的哦 第一次選到的陶樓牌呢 是逆位的贏者牌 在接下來的這一週裡面呢 你可能要多吃點好東西 補一下身體哦 因為在接下來這一週呢 你常常需要熬夜啊 加班 或是在工作方面呢 會有很多事情一直來 讓你變得非常非常的忙碌 進度上呢 其實也不是很順利 讓你經常在生理上 和心理上都覺得很疲勞哦 但是呢 過度疲勞 其實真的對身體是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記得抓時間 要記得多休息 休息呢 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也是為了好好保重你的身體哦 一週選到的陶樓牌呢 是正位的正義牌 在接下來的這一週呢 對你來說呢 其實是很公平的一週 因為很明顯的感受到 什麼叫做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特別是在工作啊 還有學業方面呢 其實你只要努力 用心去經營去念書呢 就會很順利的 獲得你想要的好結果 但是記得不夠努力的話 當然就不會有明顯的回報囉 在感情的方面呢 如果呢 你想要告白 或是想要求婚的話呢 建議你可以呢 考慮在這一週呢 來執行這件事情 今天塔羅沾不宜周遇事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你留言給我 還有記得把我的影片的分享 跟你的親朋好友喔 謝謝大家 下週見 掰掰